本期节目由Speak赞助播出 会读会写却讲不出口 这是台湾大部分人学习英文的写照 但不论你是想要加入外商或是接洽海外客户 英文对话都是必要的能力 忙碌的我们想特别抽出时间来上英文课程 找到人练习英文绘画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Speak S-P-E-A-K这款手机APP 这是由OpenAI也就是推出ChatGPT的公司 所投资的英文学习软体 AI家教会带你在各种情境中对话 从对话中学习 让你不再只是照本宣科 不论你怎么回答 AI家教都能根据你的回应接续对话 并从中调整你的文法跟用字 甚至在对话后还会帮你统整重点 方便你复习 利用每天的零碎时间 与你口袋里的AI家教练习英文 不仅学习没负担 更帮助你在不知不觉中进步 现在Speak免费下载 还有七天的拼免试用 原价将近七千元的拼免一年会员 限制四折优惠中 换算下来 一个月不到三百元 就能拥有一个手机里的AI家教 现在就去下载体验吧 详细资讯请见节目下方资讯栏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Joe 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 质压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者提问的 都欢迎你写信到podcast at ftpn.com.tw这个信箱 那如果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 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 那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 那至于现在有一些很简单的 可能几句话就解答的问题 或者我觉得适合集合网友 综合之力来帮忙的 那我也会在我的脸书 还有推特上面 用文字贴出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这两个账号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就是要谈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 其实我之前 就前几日 在我脸书上面有转贴 那这篇文章的名字 叫做普通人 适不适合做投资 那作者的署名 叫做避数西风 那这篇文章其实重点 我觉得也不完全在投资 反而比较在人生 至少对我比较有感触的 其实人生思索那一段 那这个文章的内容 我整个脉络看下来 我猜他应该是个大陆的作者 因为我偶尔 我也会看到我的一些网友 会转贴他的文章 那这篇文章是不是他最新的文章 是不是今年的文章 其实我不知道 那只是呢 就是我刚好也是看到网友 在脸书上面 他们转发嘛 然后呢 我看到了 那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我呢 也就在我的脸书上面 分享出来 那文章本身 其实也没有什么时效性 所以不管他是今年发的 去年发的 或者是之前发的 我是觉得可能也无所谓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篇文章 我其实还蛮建议 如果你有机会 你可以找了 你看一下 可是呢 我刚刚在录音之前 我是有试着用Google 稍微简单的搜寻了一下 我是一下子 没有找到这篇文章的原始出处 那只是呢 我就在Google上面 是有看到有几个人 在聊这个作者 那这个作者的文章 好像也有在那个大陆的知乎网站 有人在转贴 那大概翻了一下 我发现呢 他好像大部分的文章 都是在他的这个 微信公众号上发言 所以我们这些在墙外的 在大陆墙外的 可能Google 就比较不容易找到 他的文章 可是呢 反正我在我的脸书 有转贴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 或者听完了有兴趣 你还是可以从我们的 这个节目的这个资讯栏 找到一下我脸书的连结 那我印象应该是上一周 所以也就是大概三月中旬 或者三月上旬 五号到十五号之间 那你稍微翻一下 应该可以很容易找到的 可是呢 如果你懒得找 那我觉得也没关系 因为我今天想讲的部分 你就算完全没有看文章 我觉得也是有办法听懂的 不过呢 我还是稍微引述一下 就是呢 他这篇文章的前面 第一段 他其实主要讲的是跟找答案 这件事情有关 那他是讲 就是在中国大陆 那其实我是觉得在台湾 或者在其实这个大部分 目前全世界的教育体系 都很类似 就是我们从小这个成长的过程 其实我们从学校 都养成了一个 等别人未答案 这样的一个习惯 因为教育体系 那确实是这样被设计的 因为我们小学开始嘛 你进了小学 老师其实就会很详尽的 来帮我们规划一切 可能会有教学进度 可能会有考试进度 那老师呢 都会尽量把它讲清楚 说明白 对不对 告诉你说我们这一学期会学什么 学着三本书 然后呢 第一个月要教什么 第二个月要教什么 然后呢 考试的时候 或者作业的时候 一定都是有范围的 一定就是比方说这本书 我们要考第十页到第十五页 那你呢 就回去认真看 你看完了 做一些考古题 那多半就没有问题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范围明确的学习方式 可能从我们小学 一路到国中 一路到高中 那呢 这个时间其实还蛮长的 对不对 就是六年加三年加三年 也是十二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很多人啊 会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制度的过程中 就被学校制约了 所以就会有一群人啊 他可能一辈子 都没办法靠自己 来学东西 来找答案 那这群人啊 首先他可能上了大学 就会开始不适应 因为上了大学 很多教授其实就不太管你了 对不对 就是可能 哎 跟你讲个进度 可是呢 你要不要来上课 你要不要读书 那大部分教授可能是不管你的 所以呢 你想要每天翘课 去跟男朋友 跟女朋友约会 每天打电动 每天看Netflix 可能都没有关系 也没有人会 当然有些教授会点名 可是很多教授可能也不点名 那你来不来考试 你交不交作业 他也不管你 因为呢 进了大学 你的人生 你就要自己负责了嘛 然后呢 如果你还去读研究所 去读博士班 你就发现教授就更不管你 你虽然会有一个研究的主题 可是呢 教授呢 他也很难手把手带着你做 多半啊 就是给你一个方向 那再来 等你 等我 我们出了社会 你就发现 接下来什么都没有了 再也没有人会给你什么读书范围 没有人会给你出作业 也不会有什么明确的考试 或者该说啊 其实一段时间啊 还是会有一个考试 可是啊 这个出了社会的考试 每一次考试 都会是一个大考 而且这个大考啊 会一次定生死 比方说我们要上台 要对客户简报 这可能就是一个生死存亡 对不对 因为你简报很烂 那客户可能生气 然后案子没了 那老板大概也很生气 老板搞不好就叫你滚 而且这个考试呢 也不是只是一个科目 往往都是综合考试 就是呢 客户 老板 他不会事前给你一个准备范围 像小学老师就会说 哦 我们明天要考试 所以你呢 做这个 或者明天要简报 对不对 可是呢简报我们打分数 只看文字 只看内容 那你的设计 我们不看 台风不看 口语不看 这些都不计分 可是出了社会之后 所有的细节都计分 你对于公司产品的熟悉度啊 你提案的方向啊 你的简报设计啊 你的视觉引导的能力啊 你在台上的这个台风啊 口语表达啊 说话技巧啊 表情管理啊 眼神啊 仪态啊 服装啊 这每一个细节 其实都会影响结果 甚至可能就是你眼神 看起来很猥琐 对不对 然后客户就不要 那不要 那其他很好 那也是零分 所以进了社会之后 没人给范围 没人给进度 没人教我们 跟没有什么手把手的事情 我们都得靠自己 我们得靠自己成长 靠自己学习 那如果自己靠不来 那就很有可能一段时间之后都一事无成 好 那大意 好 虽然我其实加了很多我的诠释了 可是呢 他的文章前半段的大意 大概是在讲这个 就是我们小时候被教育制约 离开学校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没人 再带我们去做任何学习 可是啊 文中其实有一句话 我看了觉得超有意思 我一边看一边真的是拍案叫绝啊 他里头他写说呢 当员工 出了社会之后当员工 他说呢 当员工 很多人会觉得很惨 没有人带我们 可是他说呢 当员工其实没有很惨 为什么他说没有很惨呢 他说因为啊 老板的派工 其实就是一种教导 他写说老板的派工 其实就是一种教导 这句话我看了 我觉得超级赞 真的就是拍案叫绝 所以我今天啊 其实在节目中 我最想要来聊的 其实就是这句话 因为我猜 很多人看了这篇 那个时候我转贴出来嘛 也还得到蛮多的赞 然后有很多人转分享 可是呢 我猜 很多人看了我贴这篇 可是他不一定有注意到这一句 或者是呢 他看过了 他看完了 他也看到了 可是完全没有看懂 那我就会觉得 超可惜 因为这一篇的精华 我个人的解读 就是这一句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状况 其实是这样 我们自己 我跟这个Brian 我们这几年 其实常常碰到很多同学 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履历课 那履历课 那每一次同学 我们一对一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问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想离职 那当然 离职的原因 白白种 那可能是薪水 可能是公司的前景 可能是各种问题 可是呢 总有 总有一定的比例 他们会跟我讲 他说 就 因为我到这间公司之后 我觉得公司都没有很系统化的训练 所以我就想换一个地方 我想要找一个有制度 有训练的地方 这个类似的话 类似这个脉络的话 我其实这些年听了很多 可是我每一次听 我心中都隐隐约约在想 这个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的 可是这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一点什么东西 好 那是这样 当然 一些比较有制度的 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确实是会有常态的教育训练 这不奇怪 像我们自己是这个管理顾问公司 我们确实 其中的一大部分业务 就是帮企业去做一些教育训练的规划 可能比较针对专案管理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常常 我跟Brian 常常的一个工作范围 就是去 就是去这些很厉害的公司 去帮他们上课 帮他们训练这个专案经理 或者是专案经理 常管的一些主管们 那尤其这几年 台湾的这个半导体 群聚的非常非常的密集 所以我们这两年 这三年 几乎去了半导体上下游 在台湾的几乎所有公司 我们都去过 可是我要聊的是 今天一间公司 今天一间公司再怎么花钱办教育训练 再怎么有制度做训练 它的重点一定还是放在技能的训练上面 或者是管理知识的训练上面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人 你的认知能力 能不能提升 靠的真的不是教育训练 最后一定是仰赖你自己 意思就是 你如果常听我们节目 好 或看我们的文章 你会知道 我们俩常常讲一个东西 叫做看懂局 所谓看懂局 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你的认知能力 就是你能不能有一个宏观的 对于这整个事态的一个预想 一个猜测 可是这个部分 真的很难有什么公司 会有什么系统化的方式来培育你 可是呢 这个东西真的要靠自己 靠自己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强迫 你自己做一个练习 也就是呢 在所有的状况中 你都尝试让自己去模拟 去训练 去思考 能不能用老板的观点 去看待公司里头发生的一切 各个大小事 你只要有这个习惯 你其实不需要手把手 你一定会在职场的范围中 变得很强 好 我就讲讲 我自己的工作经验 我自己在上班的时候 我就会很疑惑 因为有些人会一直抱怨老板 他们会说老板很奇怪啊 讲话变来变去啊 或者想法不着编辑啊 或者是搞不懂老板的这个优先顺序啊 等等等等等等 我在上班的那些年岁啊 我就一直很疑惑 想说 对 老板偶尔是会有一些想法的变化 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很奇怪啊 哪怕我刚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我就从来没有抱怨过老板奇怪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思考 想说 为什么 很多人会抱怨 我没有抱怨 是因为我个性太好了 都总是这个逆来顺受 然后呢 都是乖乖排 也不是啊 其实也不是 我到现在这个年纪 我回想 我觉得我个性没有很好啊 然后我大部分时候都非常的我行我素 可是呢 明明我是这个个性不好 又我行我素这样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我反而没有怎么抱怨老板呢 想着想着 后来一段时间之后 我想通了 我不知道 是我原来就有这样的想法 还是我运气好 但是呢 因为我从小 我就很讨厌做白工 那然后呢 我也讨厌被骂 可能大家也都讨厌被骂 然后呢 我讨厌加班 所以呢 我刚入职场的时候 其实呢 我就不知不觉 我就一直尝试去揣摩 我的老板到底在想什么 比方说 为什么他要派这个工作给我 其实也就是那篇文章的一个核心重点 为什么要派这个工作给我 这个工作到底想要干嘛 怎么样做完之后 他会觉得很满意 他会觉得很赞 他会觉得很开心 那他同时给了我三样 给了我五样工作 哪个急 哪个不急 如果呢 我现在碰到冲突的时候 我到底该做哪一个 我不是直接去问他说 老板你告诉我 好不然我就做不下去 没有 我没有问 我就自己在心里头慢慢的揣摩 我承认 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尤其那个时候刚毕业嘛 第一份工作 可是当我有意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你就发现 你对你的老板理解越来越深 你对办公室的环境理解越来越深 你对同事理解越来越深 你对办公室的这个职场政治理解越来越深 你就会发现 他就算今天讲一套明天讲一套 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背后都有机可循 甚至一段时间之后 等我真的出来上班 可能两年三年之后 你会发现上班 老板的想法根本是透明的 我讲的不夸张 根本是透明的 我就举例子 我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在建高铁 我在高铁土建的部分 那个时候还在这个盖 这个桥梁盖隧道就是土建 那其中的一个承包商 然后我上面是有小主管 然后再上面是设计部门的经理 然后呢 他上面则是 就是我们是个德国公司嘛 所以等于是在台湾弄了一个分公司 那个分公司的总经理 也就是这整个案子的PM 所以这个案子很大 PM其实是管整个分公司 然后呢 我们对外还有德国的设计团队 然后在我们的上面 则是业主 就是高铁公司啊 那我们 我们在土建更早 所以我们是设计 我们部门是做设计 所以其实有很多常规的设计进度 是要推进的 我们要让德国的设计团队完成之后 我们这边要整理 然后要把设计的这些图面啊 这些计算书啊等等的印出来 然后送给这个业主去做审查 所以呢 会有这些 常规的设计进度是要推进的 可是呢 也会有一些现场的问题 啊 因为呢 实际到了现场 你可能发现 哇 那边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要去跟业主 就跟高铁公司 要去讨论 甚至呢 可能还要跟政府 台中市政府 台中县政府等等的 去做一些沟通 再加上做专案 一定还会有些什么突发事件 有一些极见 那一开始我当然不知道到底什么重 什么轻啊 我到底重心该放在哪里 可是呢 我就是一直跟自己讲 我不要做白工 所以我要猜 我老板到底在想什么 对不对 他为什么现在给了我这个指示 为什么明明现在没事 他忽然这个插了一个极见给我 到底他在想什么 然后呢 随着我对于专案的合约 了解的越发清楚 然后呢 我对老板的喜好 老板的厌恶 知道的越来越清楚 同事知道越清楚 然后呢 我甚至跟办公室的一些秘书 也打好关系 所以呢 他们可能偶尔也会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大家聊天嘛 你会知道一些消息 知道一些讯息 知道老板 上面的老板 他们在关注什么事情 合约部门在想什么 HR部门最近在闹什么事情 业主在关注什么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讯息你都知道了 陆续你会收到了 我就会猜 我就开始想 如果今天我是我部门的主管 在这些状况变动 发生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礼拜 我会最着急什么 对不对 是日常的这些 设计的一些交付吗 还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必须要立刻处理 所以如果有 我就会先去准备好 连老板都没有指示 我就先去准备好 比方说业主 可能最近开始在追问 某一个变更 他对时辰展颜的一个来龙去脉 然后呢 我可能听到大家在讨论嘛 比方说 这个法务部门 有些见解跟业主的见解有出入 所以呢 他们现在好像有个争议发生了 那这个争议发生了 那到时候一定要找证据嘛 那我就知道到时候一定会到我们设计部门来要一些资料 那CEO 他离第一线很远 他可能还不知道消息 可是过个三天五天 这事情一定会闹到他那里 所以CEO 代表PM 他一定就会到设计部门来追问问题 所以呢 我呢 就默默的先去这个找文 那就是业主当时指示了什么啊 市政府他曾经发文讲过什么啊 我们当时对这个政府的公文是怎么回应的 把所有这些来龙去脉找到 然后呢 因为有这些来龙去脉 所以我们设计可能就有做一些变更 那第一版长什么样子 第二版长什么样子 后来第二版送出去 业主有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意见又写了什么东西 所以有没有第三版有没有第四版 然后呢 这整个这个过程 可能内部会有些email 那这整个来龙去脉的email 我也都找出来 然后全部印出来 然后合约相关的条文 到底原来是怎么规范的 然后这个规范我们是不是符合 我们符合到什么程度 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印出来 然后放在一个folder里头 过两天 老板果然来找我 他说 开会CEO在问这件事情 就你当时有在处理了 你知不知道细节 你帮我整理一下 我说好 然后呢 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整理好 然后呢 做成一个清楚的这个folder 让他呢 自己看得懂 他也可以去跟CEO解释 CEO可以拿去跟业主解释 那你可以想见嘛 当你完全可以知道 老板到底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要出一个功课给你 或者是他为什么忽然出现了一个极见 需要你把平常日常的工作排挤掉 你这些你都看得到 而且你可以预想 你可以预先准备 然后呢 老板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真的是好到不行 他觉得你很好 他觉得你很有sense 他就会更仰赖 你去处理这些麻烦的事 所以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跟他相处 然后他就会跟你聊他的想法 聊他的顾虑 然后你会知道更多事 所以你工作就能做得更好 然后你就发现 当你具备这样的一个思维 以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 去做工作的时候 你很容易会进入所谓的正向循环 你进了正向循环 老板又肯定你 他可能三不五十就教你一些事情 点播你个几招 对不对 讲讲心理话 然后这又会大幅增加你的技能 还有职场的政治判断力 所以这个其实 就是如果你有来听过S012 人生难题的系统思考法 你知道我里头有讲一个概念 叫做浮出可实现 这个其实就是浮出可实现的概念 那我也附带一提 如果你没来听过 真的这场讲座 我觉得其中很多概念 对很多人 尤其很多年轻朋友 是很重要 所以我也鼓励你 有空 务必来听一下 那这个有实体 也有线上虚拟 所以如果你在远方 那这个讲座其实真的还蛮值得一听的 你可以到大人学的报名网站看一下 好 那我继续说 那我年轻时候 可能也是运气好 我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 所以我后来 我换的每一份工作 或者甚至我之后自己当顾问 我去了别人的公司 我其实也是抱持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后来有一份工作 我是当这个presell 那presell其实就是要代表公司 去客户那边来介绍产品的功能 或者介绍产品的细节 当时我每天都在试着揣摩 老板他为什么要派我这个工作 或者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指示 因为每一个派工 每一个指示背后都有脉络 都有缘由 你知道你想透 你就会知道老板重视什么 你甚至可以预想 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对不对 因为有可能老板昨天去了客户那边 嗅到了客户对于这个 接下来采购的策略 把他的态度或者方向做了一些改变 所以呢 他可能也改了对我的指示 因为可能前几天他说 就你准备一下 我们去demoA功能 结果呢 他昨天回来之后 他说 哎 就不要不要不要 改成demoB功能 那我当然会疑惑 对不对 我A功能已经准备了好久 就你现在跟我讲说要改B 当然你会觉得 有一点 有点挫折 可是呢 我也就想一定有缘由嘛 所以我可能就会去找老板 跟他聊一聊 说老板你今天去找客户 你听到什么 老板可能跟我讲 然后我可能也就听懂了 如果是这样 那确实我们不应该放重点在A 应该要放重点在B 所以你听懂老板为什么要改成B 当然你也可能会去揣摩 这个客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转移 可是你想透了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答案改了 这个改变 很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是理所当然的 是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 对不对 因为你是老板 你搞不好也会做类似的判断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准备 因为我也碰到一些可能同期的同事 他们对这种变动是非常非常有情绪的 对不对 我相信你周围一定也有这种同事 老板昨天跟我讲 怎么现在今天又改要B 老板就变来变去 你为什么不想清楚 对不对 想清楚再给我指示 然后他们对这种事情 就会始终的不谅解 不谅解 然后又一直变来变去 然后就做白工 然后今天做了老板说不对 明天做了老板就说不对 然后很多人 他们又想不透 又猜不明白 所以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就摆烂 就躺平 就是好吧 老板我也不要想太多 反正你就跟我讲你要什么 你要A是吧 好那我就做A 你要B是吧 好那我就A打掉 我重来做B 对不对 那你也不要跟我讲太多 反正你就告诉你要什么 他们就会一辈子不理解脉络 甚至是他去讲了B 可是因为他也不知道 老板为什么要改B 他也不能理解客户 就是可能方向的一个调整 所以最后B也讲了 可是讲的就是没有味道 没有真的打到客户的心坎里 然后你就发现很多人 他做事 也真的就是不想知道 这个背后的原因 对不对 老板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 然后做了也做到了 可是做到了就不是完整 没有骚到眼处 所以你慢慢慢慢你就发现 他的公司里头就会不得人员 老板就会觉得 对你都有做到 可是你做到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差了一点点 差的那一点点就是你看不懂局 所以呢 我们自己现在也会常常碰到 很多同学会来提问 他们也是讲 就我的老板喜怒无常 变来变去 但我每次都会提醒大家 没有人真是无聊 想要变来变去 他的变来变去背后 一定有一个什么动机 你只要能够看懂局 你只要能够正确掌握 你会发现这一切根本是透明的 我也劝很多同学 就是你不要老觉得 你的老板情绪化 因为你真相信 有老板是可以靠情绪化 然后建立一个稳定的公司吗 我觉得很难嘛 尤其他如果是白手起家 然后他是什么继承 那另当别论 他是白手起家 然后公司也能赚钱 也在业界有一定的这个名声 有一定的地位 他的判断 他的成功 一定是比你我 对不对 这个年轻的这个小员工 他一定是更理解市场 更理解客户 所以他昨天讲A 今天讲B 他的这个变动 绝对不是情绪性的 一定是看到了一个什么 我没看到 我没看懂的事情 很多人是很生气 可是我处在这个环境中 我会很兴奋 我会想为什么他看到 他看到什么 他怎么做出这个判断的 因为如果我也能掌握 我就可以变得跟他一样 所以呢 你是一个员工 你进到一个公司 如果你很年轻 你一定要想 你得到一个指令 背后 那整个脉络跟缘由是什么 你去不断不断的训练自己 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就会改变思维 然后慢慢的 你就会变得跟你的主管一样的思考 跟你的老板一样的思考 然后你就提升了 这个提升有可能是 你要看不到摸不着的 然后他也不是受过什么训练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教育训练 可以让你这样子瞬间提升 这真的是一个思维的习惯 甚至你真想不明白 你想了半天 你想说 很合理 为什么要改成B 你真的想了几天都想不明白 我甚至给很多同学的建议都是 你就大胆去问 我自己在我们专案管理的课程中 我就一直强调 你的老板在很多问题上面 其实是不会刻意想要藏一手的 然后我上课也有教大家几个沟通的方法 几个沟通的议题 几个跟老板对焦的方法 你在这些议题中尝试 你就会发现 他会告诉你答案 他甚至不会生气 因为他恨不得你看懂 因为你看懂了 你才能做出对的味道 你才能把专案能够成功的解案 可是很多人要就是到不了那个层次 或者是他根本没有想要用脑 然后最后选择就是躺平 对不对 老板你说A 那我就做A 你说改B 那就改B 然后最后他就放弃了 他根本不想搞清楚背后发生什么事 可是他又一直觉得 我老板很笨 我老板很情绪化 可是真的都不是笨或者情绪化 来可以解释的 而是搞懂老板要什么 就像我刚刚聊到 我当年身边也有其他的工程师 到最后就是老板说要找图 就是找图 要找文就找文 对不对 然后没有动脑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花了很多心力 你跟老板的互动 跟老板的关系 其实会变差 因为老板可能说 你去找那个什么 他就找来了 然后老板说 不是这一则 然后他就抱怨 老板是这一则 你明明说文号12345 对不对 老板看 对文号12345 可是不是这一则 然后他就很生气 可是老板你自己说12345 我也找到了 可是我在旁边 我一听就知道了 老板文号讲错了 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如果你知道 他要找这个文 背后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你立刻就会知道 12346可能才是他要的 因为这些文可能都是你发的 对不对 你其实知道 可是当你一直都搞不清楚 这些工作为什么派到你头上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就会一辈子都是执行者 而且是每天转圈圈 每天花很多力气 每天加班 每天很辛苦 可是始终搞不清楚东西南北的执行者 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很多人会在工作上面躺平 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因为你会做的是机会 你会让自己辛苦 然后你也不会变厉害 然后你会工作10年 你还是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我前面提到 很多人会抱怨公司不教他 可是我得说不是这样的 公司可能没办法办一个课程 去训练你看董局 可是这也并不意味着 你的老板会故意希望你很差 没有老板希望你很笨的 只要你有意愿 你有能力 我先讲意愿 你有意愿 你就可以透过老板的派工 来学得他的思维 所以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从你每天拿到的派工来着手 来想为什么有这个工作 要解决什么问题 老板背后的整个大局 整个宏观的大局 整个策略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派工就是你老板意图的展现 他想做某个事情 所以他叫你执行细节 为什么想做 你总是可以在公司运作的蛛丝马迹中 探出一个究竟 对不对 为什么老板选A客户不选B客户 为什么demoA功能 为什么不demoB功能 平常都是先demo然后再谈 为什么这次先谈再demo 背后一定都有意图 而这个意图也通常没有什么神秘难解之处 不是什么你知道诸葛亮 然后去派服兵 没有到这种程度 你只要在这一行待的够久 你只要工作认真 你愿意花心思 你可以想得出来的 这所有的意图都不脱常理范围 所以你看懂了你就会看得更懂 然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 那你真的不懂 你就去问问你的老板 大部分老板可能也不会想要长得不假 他可能也点拨你几句 你就提升了 可是你只要有意识的 持续的这么训练自己 你工作三年 你会发现自己变超强 我自己这么一路以来 我发现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看这篇文章 他讲到派工 其实就是一个训练自己的起点 我真心觉得 哇这句话真的让我觉得 写的你知道太精确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不妨试试 反正你都出来上班了嘛 对不对 你多花点脑筋 你可以多得到一点 那这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呢 你就请踏出第一步吧 我自己每一份工作 后来都能够被老板注意到 得到比较多的关爱 也是因为我从day one 就开始思考 我是他 我到底要什么 既然我知道他要什么 我就先准备好 然后我也不会跟老板抱怨 怎么公司又突发状况 怎么又要改来改去 我也知道改来改去 变来变去 不是老板想要的 那就是不得已 所以呢 你能够找一步 你能够事先准备好 然后呢 你都知道意图 然后你能正确工作 老板自然就会愿意 花些心力点拨你 那至于那些会抱怨的 那老板也就知道 其实你还差得远 你很多事情根本就看不懂 我也不是故意要整你 对不对 就是事情发生了 就是要有人做 那最后他可能就觉得 啊好了 算了算 也不要教你什么 你就好好工作 你不要闹事 也就罢了 那至于额外教什么 那何必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此消已长 差异就会变得很大 所以我真心建议 我真心建议 你就多想一步 我刚也说嘛 反正都出来上班了 多想一步 你没有损失 所以呢 总结一下 你如果去了一间 厉害的公司上班 尤其是一间赚钱的公司 我一直都觉得 真正的精华 还不是拿薪水 不是什么配股 而是你可以偷偷模仿 模仿什么 透过每天的派工去思考 公司老板 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 公司老板 为什么要接这个客户 为什么不接另一个客户 对不对 公司为什么做这个产品 为什么要这样布局 为什么这个产品的重心功能 在这里不在那里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 老板为什么重用我的主管 为什么冷落另外一个主管 或者公司为什么要布置 像我这样的一个职位 为什么要找我进来 为什么是我 你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 配思考 你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你得出一个你对这整个布局的 一个脉络的想象 你会发现你在这一两年之内 就会进步超级多 我们很多东西都在讲 看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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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学 你也要练 而职场 就是一个最好的练习途径 所以我请大家 务必试试看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 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 那我们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一起来学习 成为称周大人的各类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